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是2015年回国的 回国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当时看着周边的很多伙伴都回来了 身边有一些朋友来了合肥 发展得很好 从他们的口里也了解到了合肥 对人才和创新的强力支持 我也就来了合肥 合肥不是说某一点就把你吸引了 它是慢慢慢慢吸引你 让你觉得这的确是个很好的地方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 2015年7月中科普里生公司成立 当时只有几个人 到现在6年已经发展到了140多人 团队有20多位研究人员都有很的背景 能吸引这么多人才呢 是与安徽省各级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利好政策密不可分的 政府的支持就是让发展所需的各种资源围绕在你的周围 让发展所需的产业链不断完善 几年的实践 我们聚焦到细胞工程这个技术核心点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肿瘤元带细胞体外培养技术 现在各种肿瘤组织 包括胸腹水和血液 在短时间内都可以保真的把癌细胞培养起来 就可以支撑新药研发和临床精准医疗了 去年我们的合作医院遇到了一个罕见类型的卵巢癌 世界第八例 没有临床治癌 通过我们的检测技术 为这个患者找到了个性化的用药治疗方案 使用后 不论是肿瘤大小还是肿瘤标志物都明显减低 经过这几年的努力 肿瘤细胞体外扩增技术日趋成熟了 精准用药检测 已经服务了100多家医疗机构的数千名肿瘤患者 现在我们越来越有信心了 依托体外扩增技术做支撑 我们建设中国可再生肿瘤原代细胞生物银行的愿望 一定会更快实现 如果我们的细胞库有几万个 几十万个肿瘤患者的各种癌种的原代细胞 它的价值和意义无与伦比 比如依托这个细胞库 就会发现更多和肿瘤发生相关的新把点 这将是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巨大贡献 现在时我喜欢跑跑步 打打球 有时候还去钓钓鱼 来平衡工作和生活 我希望将来的某一天 通过社会各界的努力 越来越多治疗癌症的靶向药物 和新的治疗方法研发出来 能把癌症变成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的慢性病 我在安徽欢迎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